Hello大家好,我是杨丽 我们今天在玉门玉泽湖公园 这是我们驻车的地方 给大家看一下 今天白天的话一整天我们都没有出门 因为甘肃这边的话 它可能中午的太阳紫外线会强一点 然后早晚天气还是很舒适的 所以我们决定晚上去觅食 现在出门 谁呀你好了吗 我准备出门去洗个头 这两天不是那个水箱问题 没什么水吗 没有储备过水 都是拎一点用的水 在敦煌那边的话 而且拎水挺远的也没有去烧水 所以等会出去 我要出去洗个头 解放下 我都从大街了 受不了 我们趁现在天还没黑 然后出去逛一逛 这边 这边 从这里也可以过去啊 那小山去哪边啊 所以那个方向吗 逛那边是吗 行啊 反正这个地方还不住 就是我们没有找到吃的地方 哦对这里住车环境还可以 但是我们吃的地方还没有找到 为什么在外面吃呢 因为懒 不一天只住两顿 一天只住两顿 今天已经住了两顿了 哈哈哈 对 我们坚持秉承一天只住两顿的原则 哈哈哈 这里有那个电动车 我们搞一两次 可以是吧 哦 这就方便多了 人家租了个车 哈哈 那我我怎么办 抓前面啊 什么啊 你叫我坐这个位置啊 不管坐哪里 不管坐哪里 你叫我坐这啊 我爱点了 这太委屈我了吧 这 往前面 哈哈哈 那算了 我还是坐那里吧 能不能信的过 我就问你 他这个要搞不开一个问题啊 就是他这个 哦 这个他没有 哎 你应该给我换一个自动跟随人脸的相机 他这个不会 会的 可以跟随 他是会可以跟随的吗 嗯 我是喜欢的 嗯 哎呦 哎呦 你在电瓶车技术能不能信得过 我就问你 最后轮轮为 这一步 哈哈哈 坐在上面感觉太危险了 还是这样的 把车还掉 我们进去逛个超市 因为我们发觉这边是一个新城 什么都没有 哈哈哈 吃饭的地方都很少 本来要去逛超市的 结果看到菜场 又来逛了菜场 哈哈哈 骑上小摩托来逛了个菜场 结果 比起景点 我们更喜欢逛菜场 哈哈哈 来 我们回去准面吃了 哈 上吃了 哈 上吃了 有个面吃 走吧 回去了 回去了 晚上有点凉酥酥 刚刚还特意回去拿了件衣服 好 本来在外面吃了 本来要在外面吃的 现在逛了菜场之后 决定回家自己 陈师傅大显身手 露一手 回去煮面吃 哈哈哈 还的车 5块钱 还挺便宜的 比打车便宜多了 陈阳的拿手面 酸菜面 放两根火腿 然后再煎一个蛋 这是他特别擅长的 没有料 可以更好吃 那刚刚去菜场为啥不买 没有海鲜 没有海鲜 那你说个屁 我说是煎什么 嗯 吃饭吃饭 不好吃 不好吃 嗯 我觉得很淡 失误了是吧 不是 没有味道 不好吃 今天失误了 有点咸 所以得加开水 哈哈哈 没有 今天只是 只是没有配料 你看就一个咸菜 和一个火雷菜 啥也没有 这么多配料 你还嫌少啊 就两种 哦 洋葱没见 酸菜面为什么要切洋葱呢 当然有香味啊 你把煮的不好 你就虚心接受呗 没有 不要把赖到洋葱身上干什么 没有味道 下月我回福建的时候 带点虾米过来 再带点紫菜 带点海带 多去这边 我吃此刻我们在沙漠当中 饿了五天了 这只得吃是香 嗯 只可惜我们一天三正 一阵都没吃了好吗 所以把那沙漠去 那里面该是地心压了 没有 很难呀 鲜 鲜 鲜鱼 嗯 好啦今天就这样子 拜拜 再见 下次见 我吃饱了 晨阳还在吃 我告诉你我也吃不下 你也知道自己做的不好吃了是吧 今天不好吃 味道没有味道 味道我拍拍你 没关系发挥失误 继续下次努力 我跟你说我要做饭又希望 你不要脸好吗 好啦今天就这样 拜拜 拜拜